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E-Worker到顶点 我是黎化 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学校的一堂课 能有多大力量呢 翻转了一座山城的命运 这美丽地方 在新竹恒山乡大山贝 看似有些梦幻的房子 其实呢 原本是一所飞弃小学 三十多年来 学员被荒烟漫草遮蔽 但现在患然一新 可爱又温暖 是活络地方的心灵小站 这位年轻人 就因为学校的一堂课 看到当地的没落 和女友来此创业 意外成了这所小学的新主人 他们踏遍台三县 找出具代表性的美食 但请不上哪来 怎么又出事要来 两个年轻人也请不起 只好自己下山拜师学艺 他们努力挖掘 在地原创的美好 要让大家看见 于是这里成了 当地小农市集 除了推餐点 还帮农民设计农产品行销 也带游客去采果 加入人文生态导览 山城突然热闹了起来 当地人很纳闷 飞校都那么久了 很多人想改造 都没有办法成功 这个年轻人 怎么有办法呢 初心很重要 他说 不是要在这里赚多少钱 就是希望把在地 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老大份的农园 这边一年四季都有 不同好玩的东西 百香果 火龙果 竹笋 木瓜 像是那个茶花 现在是开最好的时候 过年会开更漂亮 这个地方今天是要来采橘子 这就是杨大哥 杨大哥 王晨晨的柑橘正直采收棋 能源间采果 别有乐趣 那我们就把这个尖的地方 一定要往朝上 不要朝下 因为你朝上的话才不会 你朝下的话 把刺到脊子 脊子做伤 你要回地方的话 它就会有脊子 你吃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你看它的那个 重量足了 可以 像你那个就剪太长了 再把它那个修短一点 不然它会刺到其他的脊子 带着员工和游客 一同拜访 横山乡的在地果农 庄凯勇从起初的朦朦朦朦朦 如今也能说上一口橘子精 你看这个沙糖 这么大个沙糖 好啊 有没有看到 沙糖橘 不同的橘子 它只要它的树干 是橘子科的 它都可以被下割 现采现剥 品味柑橘的酸甜多汁 随着季节规划到 产地意游的小旅行 庄凯勇花了不少心思 你看这是什么说的 有机的农员 非常多之籍 然后这个像是这个 这个你们看到这个颜色 比较橘有没有 这个叫佛利蒙 它吃起来的风味也是很特殊 那像今天因为是 采橘子的季节 橘子本身就已经非常有趣了 这边园区里面就有 十几种不一样的橘子 所以我们就会带着客人 进到园区里面 然后去采这些不一样的橘子 看看这些大大小小 颜色风味口感不一样的橘子 它们本身就很有趣 像这边的水果 它不是用一些化学的肥料 去催省 或者是用萌药去把它给爆走 它是非常鲜染 非常的养足的时间 我们希望让游客透过体验 透过自己实际吃到 感受到 他自己知道这样子的他意之后 来更认同这些农家 还好没有下雪 不然完蛋了 对农场环境颇未先熟 小旅行的起心动念 其实就是希望带动在地产业 农产品这些农家 其实它们还蛮清楚的 它们通常要嘛是交给大盘商 去把这些水果比较低价的 把它卖出去 要不然就是自己卖 但自己卖它们又没有行销 跟通货的能力 所以也卖得不好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有没有可能 透过不一样的方法 来推广这些在地的作物 对庄凯勇来说 横山香就像个挖掘不完的知识宝库 期望让更多人看到它的美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三年多快四年了 然后我们跟这些农家 很长的时间的互动 跟他们学习 其实每次来这地方都在跟他们学习 尤其像我们的杨大哥 他以前就是老师 他在我们大山北越 那个风香国小教书 所以他本身 他对于这些知识性的东西 然后在告诉我们这些知识理论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这个园区以前是日据时代就留下来的小学 那我们在这个小学里面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感造 那在走进去之前我们先转过来看一下 我们停车场这个地方的每一棵树 每一棵树其实都是樱花树 口中的风香国小正是庄凯勇四年前落脚 尝试实践梦想的基地 客桌椅上个人排排坐 仿佛时光倒流 回到学生时光 后面还有两个餐 这边 厨房内忙出餐 热腾腾汤面为当天低温时节烧来暖意 是我们在用了十几种的中药 姜 大蒜都是要事先处理过 像我们的羊肉的部位就是羊的腹部 它的腹部它的嚼劲口感很好 然后又有点高低起伏像山一样 所以我们叫它三骨羊 弯月豚也很特别 它上面有一块软骨弯得像月亮 四年前为了在恒山乡大山贝打理景观餐厅 张凯勇笑说心里生里都伤痕累累 然后边做 边边被人家笑 然后也去拜师学艺 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切伤炕伤 才把最好的餐点把它给呈现出来 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跌跌撞撞 然后慢慢摸索出来 来 上山谷羊面吃你的 而秉持开店初衷 庄凯勇也希望透过美食 让更多人了解这里 所以我们就把台山县走了一圈又一圈 找到了峨梅的东方美人茶 横山的窑烤面包 主动的麻吉 北谱的雷茶 这样去把台山县给走过 我们透过食物来介绍新竹 来介绍台山县 要告诉大家 新竹不是丢米粉跟贡丸汤 除了餐点别出心裁 教室一般的用餐环境 和考卷菜单也充满童趣 原来餐厅前身 就是一所创办将近百年的废弃小学 因为研究所的一堂课 让庄凯勇看到他的凋零与美丽 研究所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学管理的就要解决问题 大部分人都去企业上班 都去解决企业的问题 没有人去解决在地乡村农村的问题 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它被樱花 桶花 然后这样子千百种的这种 动物植物给环绕的一个地方 然后又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历史故事的一个校区 但是它因为人口大量的外移 在地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然后很多的农家 他们农产品是没有一个稳定的通路 没有一个稳定的销售 山村暖化开 它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它是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山 然后一层一层的山 我们边看树边看山 然后边赌诗 大学念政大气管 清大研究所则主修服务科学 今年27岁的庄凯勇 对横山乡大山贝 越是了解越有感情 毕业后决定应用所学 从1923年创办的风箱国小出发 为这里带来一些改变 我们既然都已经做了报告 都已经投入了时间成本进来 然后我们很说 好 对这个在地有一些了解了 然后也找到这些在地 有一些很棒的元素 然后刚好这个地方在重新招标 在重新扫兴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想说 好吧 那不然我们就先来试试看 以前在一个那么偏远的山区 为什么会有小学呢 其实传说是因为日本人 要在这边盖神社 要来镇压这个地方 不要让那边有人作乱 然后来推翻他的政权 所以他要盖神社 但不能明目张胆盖神社 所以他就盖了一个小学 然后小学后面有一个神社 常带客人游历充满历史的 校舍园区 庄凯勇当年为了省经费 粉刷 清扫都自己来 这个从来不因为自己软骨发育不全 身高较矮小而慈爱自连的高材生 创业过程的艰辛 却让他更虚心学习 直到了2014年 我们进来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这地方太漂亮了 怎么会这么漂亮的地方 这样子荒废着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重新整理垃圾 然后重新油漆粉刷 我从脑到大都是念书上来的 所以其实除了念书以外 我什么都不会 不会油漆 不会煮饭 不会扫地 不会木工 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们就把来到山上的每一天 都当作为一个新的学习 新的挑战 然而即使为这里带进不少新元素 随处仍可见校园异象的摆饰小物 保留昔日小学的氛围与气息 因为以前是小学 小学是我们最开心 最快乐 最无忧虑的时候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山里面的小学 可以早回那样最单纯 最勇敢 最快乐的事情 庄凯勇希望实践最初课堂的梦想 让在地小人物发光 然而他也不会言 起初也是跌跌撞撞 一开始我们满怀热血来到在地 我们想要解决在地农产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告诉农家说 我可不可以带游客来你的园子 去做小旅行 去做体验 没想到他们一开始竟然拒绝我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害怕游客是不是进来会破坏他的园子 影响他作物 为了取得农家信任 庄凯勇发挥行销专长 我们现在要装我们十分极力的礼盒 然后你的大小要把它平均分配一下 像这个是艳阳干 然后砂糖菊 收成的菊子经过巧妙编排 就是实用又美观的礼盒 成功提高农家能见度 而外人看来来自台北的庄凯勇 为在地费不少心力 但对他来说 互相帮助与学习 才是过程中真正的意义 然后他们发现 这个价格也越来越好 也看到他的农产变得更漂亮 所以他也越来越相信我们 其实我一直觉得 不是我们在帮他们做事 而是我们一起 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 善用校区举办活动 让大家走近并了解大山贝 对于自己选择的第一份工作 庄凯勇始终怀抱热情 即便曾被质疑 偶有低潮 仍保有初心 就觉得这地方 已经废笑那么久了 然后那么多人都坐不起来 为什么你们有办法把它做起来这样 但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 就很简单 我们不是要在这地方 赚多少钱生意做好 我们是希望把在地的好的东西 把它给分成出去 迁起在地产业 让旧校舍再度活化 这个充满想法的小巨人 努力实践梦想 为他眼中的世外桃源 尽一份力量